啤酒的通俗名称叫做马尿,当然,真正的啤酒是不应该含有尿的成分的。 但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在市场上买到不纯的啤酒,那你是否考虑过自己酿造属于自己风格的啤酒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趣事的频道,我是摩西。 多年来,我一直对家酿啤酒持有疑虑,认为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并担心我酿不出好喝的啤酒来。 但当我开始尝试的时候,我震惊于自酿啤酒的口味。 啤酒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经养,啤酒师,我们首先需要从最基本的层面理解我们的公义。 啤酒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艺术品。 在我们深入了解发酵过程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啤酒的基本构成。 这样啤酒的酿造艺术将变得更加具有魅力。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啤酒都有哪些成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德国人那里获得灵感。 你可能听说过1516年德国颁布的著名啤酒纯净法Ringheadspot。 它严格规定了哪些原料可以用于啤酒的酿造,以保证啤酒的质量和纯净性,防止有毒或有害的成分被添加到啤酒中。 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和对啤酒质量的影响,它经常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食品法规。 这一酿造法规规定,用于酿造啤酒的原料,只能使用水、大麦和啤酒花三种成分。 你可能会注意到,该法规并未提到最重要的成分——酵母。 这是因为在16世纪,人们还不知道酵母在啤酒发酵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酿酒是会使用来自之前P字的沉淀物,而实际上这些沉淀物含有酵母, 又或者它们会让啤酒暴露在空气中接受野生的酵母。 直到19世纪,路易·巴斯德才发现了酵母在发酵过程中的作用。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些成分。 水是啤酒中的主要成分。 水大于占啤酒配方的90%至96。 鉴于此,你会想要使用口感良好的水。 作为一个高级酿酒师,你可能会在水中添加某种矿物质, 或者使用泉水为你的酿造带来独特的味道。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当地的水源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但是,如果你的水源含有大量的硫磺、铁或碳酸氢盐, 那么你需要使用瓶装水。 同样,如果你发现你的石油绿的味道, 或者其他的什么不好的味道, 那最好也使用瓶装水。 麦芽是啤酒的灵魂, 大麦含有可发酵的糖粉。 大麦外观与小麦相似, 但在酿造啤酒时, 使用的是经过酿造处理的大麦。 具体来说, 使用的是有麦芽大麦。 麦芽是会在特定的温度和严格的条件下浸泡大麦, 使粮食发芽。 然后在进一步生长之前将其干燥。 这个过程发展了糖和淀粉, 我们最终将在酿造啤酒时提取这些成分。 一般来讲, 每一加仑的水中, 大约需要加入两磅麦芽大麦或谷物。 在使用之前, 它还需要经过研磨成分。 大多数的商店, 无论线上还是本地的, 都会出售研磨好的大麦。 但如果你对于工艺的要求精益求精, 你可以将谷物放入一个大的自封袋中, 用擀面杖轻轻压碎它们。 大麦是酿造中的主要的糖粉来源。 这些糖粉会在发酵过程中被酵母消耗掉, 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 市场上许多种类的麦芽大麦可供选择, 每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Pilsner Malt是一种淡色麦芽, 常用于制作拉格啤酒和其他欧洲风格的啤酒。 Pail Malt稍带一点深的颜色, 通常用作许多基础型啤酒的酿造。 Munich Malt是深色的, 带有丰富的麦芽味, 常用于制作深色啤酒。 VN Malt是介于Pilsner和Munich之间的颜色, 带有轻微的焦糖和麦芽味。 当你更深入地研究酿酒时, 你将开始了解这些不同之处, 并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为你的啤酒增添个性。 啤酒花是啤酒的香料, 在大多数情况下, 麦芽提供了酿造啤酒所需的所有糖分。 然而, 如果我们不对这些糖进行平衡, 我们将得到一个过于甜的饮料。 为了平衡这些甜味, 我们就要添加啤酒花。 啤酒花是一种绿色的植物, 看起来像一个小的松果。 啤酒花为啤酒增加了苦味, 同时还带有花的香味。 但是, 不同种类的啤酒花会有不同的苦味和香味。 一些啤酒花带有柑橘或松木的味道, 而其他的可能更像草获花。 啤酒花除了增添口感外,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用途。 它们还有一种天然的防腐剂, 这有助于延长啤酒的保质期。 在早期, 人们添加了大量的啤酒花来防止啤酒编制。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印度淡啤酒。 为了获得啤酒花的苦味, 我们需要将其煮一段时间。 但是, 为了不破坏香味, 煮沸的时间要很短, 或者在冷却过程中再添加啤酒花。 这样就可以提取更多的香味, 而不是苦味。 酵母是啤酒的心脏, 本质上酵母是一种微生物, 它吃掉麦芽中的糖分, 并将其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 它也是发酵过程中的关键。 这个过程可以为啤酒带来酒精度, 并为啤酒带来泡沫。 酵母的选择对啤酒的风味有着重要影响。 有些酵母会为啤酒带来香蕉、 丁香或香草的味道, 而其他的可能会带来苹果、 梨或葡萄的味道。 酵母一般是液态和干燥颗粒。 液态酵母被封装在小瓶或袋子里, 而干燥酵母则被冻干并封装在小袋子里。 无论哪种形式, 你都需要在使用之前激活酵母。 为了激活酵母, 你需要将其放入一小碗温水中, 等10到15分钟。 这样做是为了确保酵母活跃, 并准备好开始发酵。 初次发酵, Primary Fermentation, 这是啤酒酿造的第一步, 也是酵母活跃的转化糖分为酒精和二氧化碳的时期。 此阶段通常持续3-7天, 但这取决于所使用的酵母和酿造条件。 二次发酵, Secondary Fermentation, 这一步不是必须的, 但许多酿酒师选择进行二次发酵, 使得啤酒的酒体进一步清澈, 同时具有更多的风味。 这个阶段一般来讲, 要一至三周。 熟成, Conditioning, 一旦发酵完成, 啤酒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成或陈化, 以允许风味融合和不良味道挥发。 浅色啤酒可能只需要几周的时间, 而像深色啤酒, 烈性啤酒或复杂的比利时风格啤酒, 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为了制作啤酒, 你需要一些基本的设备。 大锅是用于煮飞啤酒, 一个五加轮的锅对于家庭经养来说绰绰有余了。 还需要滤网用于过滤麦芽和啤酒花。 为了保证没有空气进入, 你还需要气泡锁。 它只允许二氧化碳溢出, 但防止空气进入。 当然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 小卓一晴, 大眼伤身, 给本视频点的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